热线12今日关注 天津港爆炸摄氏车辆去向调查 怎么算 修好的是4时 没修的是33 江西鱼干 王铁谎称女孩患尿毒症求助 涉嫌骗捐 经过我们调查 是伪造的 是假的 广州一起家暴引出的真相 三天两天经常打 就是半天潮水 各位中午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热线12 我是潮东 首先进入今天的热线快报 河北的刘女士 遇见了一件麻烦事 花了62万元买的新车 提车的时候才知道 这辆车竟然是天津港爆炸摄氏车辆 2015年11月 河北石家庄的刘女士和丈夫徐先生 在4S店看中了一辆进口切诺机 按照62.5万元的市场价格 签订了销售合同 曾经催过它 说这个车怎么还不来呢 他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说的 这个车是漂洋过海过来的 肯定不像你说的 说来就来了 然后得从海上运输地运多长多长时间呢 两个月后 也就是2016年1月份 肖程员告知刘女士 他们的车到了 夫妇二人看过车以后 便交了剩余车款 并在4S店的协助下 办好了上牌手续 终于到了提车这一天 销售员却跟他们说了一个 意想不到的消息 这个销售人员就拿过了一张单子 就是让我们看到的这个重要提示单 上面写着这个车在天津爆炸现场 听话过 而且什么受当时爆炸物的影响 然后清洗过这个绿心 内外抛光 那一听 我先生就说 这肯定不行 我每的是新车 怎么成了天津爆炸现场的车了 刘女士认为4S店 直到交完车款上了牌照 才告知这是一辆在天津港 爆炸现场停放的车辆 严重侵犯了自己的知情权 那么4S店又是什么时候 知道这是一辆天津港的停放车呢 今年2月 石家庄电视台民生关注栏目 采访了该店相关负责人 我们是车到之后 就是1月16号 我们接到的 因为这个车呢 也是说 厂家说也是首批 从天津港 正式就是 天津港事件完之后呢 正式可以销售的车辆 所以说我们也是首批拿到的 因为在 对 在那个客户呢 订车的时候 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发出来的车 是当时的库存车 作为切诺基的生产厂家 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 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在其官方网站上 我们看到了这份 关于天津港 受影响车辆处理方法的沟通函 声明中明确提到 消费者在进店看车时 经销商会出具重要提示 品质证明书 明确告知消费者 该车辆的相关信息 显然4S店的做法 不符合厂商要求 他如果事先告诉我这辆车 我肯定不没 除了对告知时间存在争议之外 刘女士更不放心的是 这辆在天津港 爆炸现场停放过的车辆 能否安全行驶 对此克莱斯勒 也给出了回应 天津港这个爆炸事件的车辆 有部分已经进行销毁了 那针对您说的 您购买到的这款车辆 是我们通过出厂 进行检测之后 确定是没有相应风险的 这种情况下才会受出的 那您这边已经达到 这个车辆销售的正常标准 并且这边也有相应的品质证明 这个是在您使用当中 是没有问题的 尽管厂商给出了说明 克福也耐心回答了 刘女士的问题 但是作为车辆使用人 刘女士一家 依然对这辆车的安全性 充满怀疑 如果说这个车里边 有一些这种爆炸物 或者说它没有清洗干净的 或者说就是透过清洗 根本解决不了的这些问题 真正的我们天天开着它 然后对我们的身心 造成伤害之后 这些损失就更大了 好 两位嘉宾 接下来介绍一下江志强 江律师 白宇 本来我们的特约评论员 欢迎二位 刘女士本来花这个钱 是买的新车 结果提到手里边 却变了一辆维修过的车 那这个时候 刘女士应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里面呢 要尊重刘女士的这个意愿 虽然说客服说 这个车我们已经检测过了 没有问题 你可以拿回去正常上路使用 但是不能抵较刘女士 对这件车辆的担心 我觉得他人说的非常对 如果我要知道这样的 我肯定不满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现4S店的人呢 在进入采访说 我们不知道 车都提累了 我才知道 这是在那个爆炸现场 停放过的 那么如果说 他真的不知道的话 那可能说 我知道了只有第一时间 告诉你的问题 另外一个 如果说他知道 本来就是这样的 那可能存在一个欺诈的问题 那如果欺诈的话 作为我消费者 我可以要求 我们的人民反应 或重资机构 变更或者撤销 所以这时候最好的选择 就是说 我如果继续领行 这个合同的话 你给我一辆 没有问题的新车 你别给我停放那 这消费者是有这个权利选的 如果说你达不上协定的话 那OK 咱们就要求解除就好 好的 应该说刘女士 买的这辆车生产厂商 将之定性为是 天津港事故期间 停放的新车 那克莱斯勒公司 在这个 他的官方的网站上 是这样表示的 说这列车 可以对外销售 并且享受 新车的车辆的质保服务 此外呢 还有另外一类车 被定性为 天津港事故的制损车 那对于制损车 克莱斯勒公司 是这样公布的 在天津港事故中 共有3435辆车 遭受严重损坏 其中2114辆 已经在天津市政府的 协助下销毁 剩余的1321辆 被定为全损车辆 已经通过理赔 交给了保险公司 克莱斯勒明确告知 保险公司 这批车辆 经过测试评估 确定不可能通过维修手段 达到安全操作 和使用的标准 不应在对外进行销售 那么未被销毁 也不应对外销售的 这1321辆制损车 究竟去了哪里呢 本台新闻中心的记者 针对此事进行了调查 在天津滨海新区的 中电物流停车场 记者看到 一批受损的大切诺基 正以五折的价格 对外出售 这些车的玻璃都已破碎 车体严重受损 车内后视镜也已脱落 现在还剩多少量大切呀 还有40多一点 40多一点 这是只是一部分 还有裤的 还有再修的 有修的差不多的 还有没修的 还有修好的 多少钱 怎么算 修好的是40 没修的是33 我们这一天能接待多少 我们去大港放车的时候 放到今天晚上 放到400多台 放到下半夜1点多 都是客户人等着 交完情况来这等着 记者在现场 拍下了这些车辆的车架号 车架号 相当于机动车的身份证信息 通过在克莱斯勒官网查询 确认这批车 的确是天津港爆炸致损车 克莱斯勒明确表示 禁止授权经销商 销售任何该等车辆 那么这批车 为什么会流入市场呢 车本来就是准备 召回 然后那个统一销毁的 本来也是不想让它流入市场 完了这保险公司 把这批车 就拿下来了 然后又搞个拍卖 那就是通过拍卖行 拍卖过来的是吧 它是保险公司往外拍的 中电物流停车场的 销售员介绍 他们有定点合作的修理厂 可以将这些破损车 修复原样 记者来到了这家名为 陆宝峰的修车行 在这里果然看到了 一批受损车 记者在这个修车行 还遇见了另一位卖车人 他正在统计受损的 大切诺基数量 打算卖出去 这比这还惨了 惨了太多了 那能修成这样吗 都能修成这样 你修的用的材料 跟原厂也一样吗 你修的材料 咱那么假 就跟你说 不可能是存原厂 存原厂的 谁也拿不来存原厂 但而且这么 现在就这么大个量 你要是一台半台 说我弄个原厂这样 原厂就可能 对吧 修到这种很多卖 就是少卖的 这个可能我卖的35 36 或者有的38 39 这些不想有厂家质保 不可能通过维修手段 达到安全标准的制损车 又是如何顺利上牌的呢 上牌不是要什么 各种证件 关单 商检 车辆 车辆一次证书 完了发票 电子信息表 就得五样就上牌了 那这五样都有啊 都有啊 在记者的要求下 这位卖车人 将已经上好牌的 车辆手续 一一发了过来 我说说 就是因为我们这车 是天津爆炸的车 所以他说不好上牌 不好上牌 那我们卖都来了 卖都好几千台了 两千都来了 那要是说都上了牌 那都得回来找我们 都上了 如果当地车辆 都是都得找车辆手 里面人 找里面人给上牌 去了普通馆 外检 外检 过一个外检就完了 过一个外检 把手机递上 因为咱手机不是假的 把手机给他 过外检就完事了 就等到拿牌的 就我们车管所有人 是吧 对对 那我们还需要给车管 锁一点什么好处费 什么的 不用不用不用 这个不需要 这是我们都自己 打点好的了 上面也是直接去 去找那人 那人就给办了 原因销毁的车 不仅没有被销毁 反而被洗白入室 作为厂商 克莱斯勒又作何表态呢 被损毁的车也卖到了市场上 你们知道吗 在目前我们了解到的的确是 这个止损车辆已经全部 这个销毁 那是否有通过其他途径流出 这个我们的确是没有具体信息的 也目前还没有了解到 有相应信息 是有止损车辆流出的 一辆没有达到行驶安全标准的机动车 就这样流入了市场 在整个过程当中 谁该来负起监管责任 来保证公共交通安全呢 这止损车啊 一下就是一千多辆 那么本应该是销毁 现在呢不但是入市了 而且呢遇到了一路的绿灯 这是为什么呢白鱼 首先这一千多辆车啊 咱们按平均五十万一辆车来算 这就是五个亿的数额 有巨大的利益的诱惑 但是我们来捋一捋 这条黑色的产业链 从克莱斯勒公司开始 到保险公司 到销售 到这个维修商 到二次销售商 最后再到监管部门 确实就像你所说的 为什么 它就都成了一路畅通呢 那么我想这个里面 第一我想问的问题是 有没有规矩 规矩是什么 国家的法律法规 和相应的规章制度 如果有的话 谁没有执行 五个关口摆在这 都能够通过 是不是都有没有执行的地方 那么没有执行的结果 我们的最后一道关口 监管部门 为什么能让这这么多的车 就这么顺利的 就开了绿灯了呢 那么这样的做法 最终会把所有的风险 都让消费者来承担了 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利 让消费者来承担这样的风险 对 而且我们最为担心的是 这些车有相当一部分 都已经流入了市场 在马路上都跑起来了 那这些车到底是谁办的 怎么办呢 目前形势的状况是什么样 能不能给他们追回来 是吧 这我们非常的关心 下一条新闻 说的是近日一篇题为求助 花季少女患上尿毒症 救救她的这个帖子 在江西省渝干县各大网络平台上 是大量的转发 不少人献出了爱心 而记者呢 在求证之后发现 帖子里边很多的信息和事实不符 网友只有可能遇上了骗卷 这篇帖子里表示 孙盈盈是一名尿毒症患者 在江西省渝干县人民医院 住院治疗 并附有孙盈盈的照片身份证 以及渝干县人民医院 开具的出院记录等 渝干县一家企业的负责人 看到帖子后 组织员工捐了5000多元善款 公司负责人希望把钱 亲手送给孙盈盈 却发现联系不上 打第一个电话码的时候 电话提醒是关机状态 然后显示的不是我们已干的 是重庆的 当时我以为也就是关机了 也没想太多 然后就打了第二个电话 我们县人民医院的 想通过他们去了解一下 孙盈盈的情况 然后那边就直接说 没有这个人 我当时很纳闷 为了印证事情的真实性 记者来到渝干县人民医院 了解情况 通过现场比对 记者发现帖子里的出院记录 和渝干县人民医院的出院记录 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渝干县人民医院的出院记录 住院号都是16开头 而孙盈盈的出院记录 却是48开头 并且在孙盈盈的出院记录里 也没有主治医生的签字 孙盈盈盈盈盈盈的出院记录 经过我们调查 是伪造的 是假的 记者了解到 从2016年4月初 这一信息在网络上发出后 已有多人 向帖子里留下的支付宝 账号汇款 截至目前 已有多人向公安机关报案 警方已经借助调查 不久之前大连的李先生经历了危险的一幕 当时他刚刚下车 不知道从哪滚来了一个脸盆大小的石头球 将他的腿给砸折了 通过警方提供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 2016年3月14号晚上11点40分左右 一名男子沿巨弦路路边的人行步道向北走 看到地上摆放的警官石丘后 连踢两脚将石球踢下了人行步道 随后男子离开现场 而石球则顺势沿巨弦路向南滚动 其间还有一辆车从滚动的石球旁边驶过 差点撞上 在滚出300多米远后 石球冲向了路边停放的一辆轿车 把刚下车的李先生砸伤 李先生在事发地点附近的一家饭店当厨师 当时到车里拿东西 下车的瞬间正好被石球砸到了左腿 这一砸让李先生伤得不轻 左腿肥骨骨折 李先生随后向警方报案 民警根据监控找到了踢石球的男子袁某 巧的是他也是一名厨师 在巨弦街附近的另一家饭店工作 袁某说当晚他刚下班准备开车回家 走向自己车的途中 看到地上的石球 龟矢神差地踢了两脚 确实没有意识 没有想法 然后那个就试试看能不能踹动 就给踹就踹了几脚 然后这球就滚到了 最终袁某因为自己踢出的两脚 赔偿了李先生 一万六千元钱 他希望自己的经历 能让其他人引以为戒 这么一个错误或者一个过失 给人和自己都造成挺大的伤害 确实这事太不好 所以说以后走路的时候 或者是说做什么事的时候 一定要想想透露 在这我也劝劝大家 别来犯这样的第一错误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进入今天的《寻人信息》播报 如果您有需要寻找的人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官方微信和我们联系 陆福 南 约1970年出生 父亲叫董学成 弟弟叫董钩子 父亲曾挑扁但给人理发 印象中家在山脚下 出门要过河 家附近有个地名叫沙河坎 因家穷被父亲卖到一户张姓人家 又从张家逃跑 后从陕西省宝基市 被人领到甘肃省通卫县 1981年左右 被甘肃省静远收容所收容 知情者请联系 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 宝贝回家接待群QQ号码 1840533 寻找亲人 可以联系当地公安机关 裁写检测DNA 输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 这一过程中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好 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线故事 2015年8月4日 一段用手机拍摄的视频 在网络上广泛流传 短时间内视频点击率达到几十万次 视频的拍摄地点是广州市白云区 萧港村内的某个巷子口 拍摄的时间是2015年8月3日的晚上 10点钟左右 视频中女孩与中年男子争吵拉扯 女孩一边奋力争通 一边大声喊叫 而中年男子则不停地踢打女孩 并拉拽着女孩的腿在地上拖行 视频中打人的男子名叫易某 而被打的女孩是易某16岁的女儿小梅 此时妇女俩一边撕打一边咒骂 中间还不时夹杂着劝架的叫喊声 而周围的邻居对于这一幕早已司空监惯 下来她就拿个剪刀 就插她女孩 怎么插她女孩 我就把她拿个剪刀托 把我手都放了一下 反正每天三天两天经常打 就是半天吵死人 我们就在上面就听到有声音吵了 大小孩 跟你说了 如果说女生这是不管小孩 我就把她说明是打个剪刀托 这一次事情的起因 是因为易某的女儿小梅 在对面的店铺里 吃了一块邻居给的压脖子 易某对此非常愤怒 妇女两人因言语不合 导致易某对女儿大打出手 对于父亲对自己的专制管教 小梅很是不服气 小梅说 父亲易某不喜欢她和别人接触 平日里稍有不顺 就会对她拳脚相加 但在易某看来 她对女儿只是正常的管教 以防她被别人骗了或是学坏 打的时候 我跟你说老师话 打的时候是一个记号 并不是打得很实的 很实的打 那你拿剪刀 那他就都开见了 如果说不是我拿剪刀的话 你看我手就刀了 那你剪刀 你怎么刹刀 你怎么回事 会刹吗 那你不会刹吗 打后 打后父母这件事 给他打个下手的手 你说一下 那你为什么下了手呢 我为什么 我下了什么手 对于易某深夜 当今殴打女儿一事 周围的邻居们 表现得非常愤慨 其实在一个小时之前 已经有人打电话报了警 只不过面对父亲 教育女儿这样的家务事 民警当时并没有太多办法 就是第一次报警的时候 父亲来了先 问什么事 他妈妈把他堵在里面 他说当时他不好推他妈妈 因为他知道妈妈有身孕了 他爸就应付说 小孩不听话这样子 警察第一次来的时候 易某表示 他只是在教育女儿 打女儿 那是管教她 对她负责 而当人们问起 小梅过往的挨打经历时 小梅却总是有些欲言幼稚 一副难以启齿的模样 在犹豫了很久之后 小梅竟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原来自己已经被父亲易某 猥亵多年 小梅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 都震惊不已 随即有人再次拨打了报警电话 并连夜联系了公益律师 和社会工作团体 凌晨大概是1点钟的时候 我有一个媒体朋友 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就说 在咱们白云区有一个 家暴的案件 那说话人同时跟他讲 他不但是家暴 他对他 父亲对他是有性侵的 学生父亲对未成年女儿 进行猥亵侵犯 小梅的话 毕竟引起了所有人的高度重视 当晚 白云区警方介入调查 将易某待会派出所 然而 就在此时 一直保持沉默的小梅母亲 刘某情绪显得有些激动 刘某是小梅的亲生母亲 与易某育有两个孩子 此时的刘某怀孕已有八个月 手里还牵着一个年仅六岁的小女儿 在他看来 丈夫易某之所以被民警带走 是因为邻居的报警 记者的到来才造成的 他并不觉得丈夫的行为有何错处 我旁边人 他就说 说真的 报警报了很多次 他打了 快点来 不是打死人了 所以警察才会来 一般的学过 没有他们这些人帮忙 我那个也没有 我也不会关起来 2015年8月4日凌晨 在公益律师与记者的陪伴下 小梅在派出所录完了口供 经审讯 易某对其猥亵亲生女儿的行为 供认不讳 当场被警方以涉嫌猥亵罪 立案拘留 随后小梅被暂时送到救助站 接受临时的庇护 2015年8月5日 在记者社工和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陪伴下 小梅的母亲刘某来到了救助站 看望女儿 没料到在此次的会面中 母与两人的情绪 几度处于崩溃的边缘 一见面的话呢 就比较 还是比较冷漠的 就是说来了就来了 就其实也没什么 马上挑起一些话题 当时应该还是妈妈 问着她 怎么样啊 为什么要这样子 做这个事啊 对 她妈的事就很难问了女儿 就是你啊 什么什么吵 吵到你爸给人抓走 在小梅的母亲刘某看来 如果不是因为女儿的吵闹 别人就不会报警 丈夫就不会被抓走 生活更不会变得一团糟 她希望自己能够说服女儿 让这件事情过去 让丈夫早一点回家 因为当时妈妈 很积极跟小梅沟通的话 还是说 希望她可以 不要这样子对爸爸 还是希望丈夫 这她的丈夫 能够赶紧出来 因为可能她对于 这件事的一个定性 还不是太清晰 她现在很无赖 因为家里面 家里面都发信息来 就是说她 不应该报警 对 都给压力她 她的姑姑 都给压力她 要她测速 不要害你爸爸坐牢 自从一谋被公安机关拘留后 小梅承受了很多 来自亲人的压力 而此时面对着自己的母亲 这个16岁的小姑娘 显得既委屈又愤怒 抱怨 其实小梅会抱怨妈妈 因为毕竟她跟妈妈 其实有提过一些情况 但是她妈妈没有 做出她期待的反应 比如说离开这个家 带他们走 就是爸爸对她的这种行为 其实她很抗拒 肯定很抗 抗拒 她求助过 她向妈妈求助过 但是妈妈是 让她不要离开家 或者 不要将这件事情捅出来 互相埋怨 彼此指责 小梅和母亲的这一次见面 最终在社工的干预下 松松结束 母亲埋怨小梅 将好好的一个家 弄得妻离子散 而小梅始终不明白 在这件事情上 母亲为什么总是袒护父亲 而对自己却置之不理 想到那么久 不想要跟这种人在一起 可她不走 反而 不这样吧 说不出来的感觉 现在只要被他们 感觉感兴 什么都做得出来 就在这时 小梅再一次向社工和律师 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那么她本人也是 对于监护权问题 她比较在乎 她个人觉得 她要启动这样一个程序 也就是说 她要撤销她父亲 对她一个监护权 我个人理解 这是她对待这个事情的 一个态度 这是她一个很真实的想法 对于女儿小梅 撤销监护权的要求 母亲刘某觉得 是因为女儿从小 就和父母关系不亲造成的 刘某说 自己和丈夫 常年在外地打工 小梅出生后 就一直在亲戚家长大 女儿小梅一方面 怪自己不管她 另一方面 又不服她的管教 她说我 把她这里扔一下 那里扔一下 不是我们待大的 都是扔大的 就像所有的留守儿童一样 小梅如同候鸟般的 在广东与湖南两地之间 颠沛往返 而在广东的大部分时间里 因为母亲刘某在攀与打工 小梅只能跟着父亲一起生活 直到小妹妹出生后 一家人才搬到肖港村里 开了个杂货店 开始共同生活 她都告诉我 她都是个小学 还没毕业 你跟她说 我们两个没说两句话 就吵起来了 她说你管不了 你不要你管 就这么简单 两句话都没有 然而 每当记者问到 丈夫对女儿的行为时 刘某总是言辞闪烁 刘某也清楚地知道 女儿小梅心中对她的埋怨 可刘某觉得 自己也对这件事 也很无可奈何 而且自己也觉得非常委屈 就是说管我 没管好她爸爸 就是说她 真是打人 搞了些我管不了 我怎么一个人在管 她大男人从那样 你为什么会没办法呢 你们是两个朋友 你们是可以亲民机会的谈的 但是他们两个人说 我管不了 这是你一味的重用 原来对于丈夫 猥亵女儿的行为 刘某并非毫不知情 女儿小梅甚至曾经 向母亲求助过 但母亲却置之不理 我觉得等我17、18岁了 就得把他们带走 不要跟我爸爸 现在生活在一起 然后她理我的答案 应该是跟我爸爸这里 所以我也没办法 2014年 小梅就曾经因为 不堪忍受父亲的行为 向母亲提出 想要带着妈妈和妹妹一起离开 但是遭到了母亲的拒绝 遭到母亲的拒绝后 小梅心灰意冷 2015年2月 她曾离家出走 逃离到张家机的小梅 在那里打了一个月的工 但最后还是被父亲找到 并带回了广州 此后她和父亲的矛盾 愈发尖锐 在黄先生看来 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刘某 在这件事情上 负有很大的责任 你这人都是这样的嘛 有个事情 没输你 做这个事情的话 你就会跟着打打 而在采访中 记者也了解到 其实小梅家附近的邻居们 也曾目睹过一某 对女儿的不恰当行为 但是没有人敢多说些什么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其实周边的人 肯定会先看 当事人的一个反应 如果你都不说了 其实我也不好说什么 丈夫被抓 女儿也不在身边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刘某很是煎熬 此时八个多月的身孕 使得刘某的行动极为不便 在这个事情以后 有很多的对她们感觉 就是说有看法 所以现在身孕就是说 差点几点 小梅的旧警说 17岁的时候 妹妹认识了易某 两人之间相差了9岁 她本来就非常反对的 而更让她感到生气的是 虽然刘某为易某 生了两个孩子 但是到现在 都没有领取结婚证 最起码最基本的结婚证 要哪一个 对不对 你连最基本的一点 你都没有做到 你怎么能够 把自己的女人 我认为 我妹妹也是一个受害者 在小梅的舅舅看来 自己的妹妹并非是一个 冷酷无情的母亲 只是因为懦弱 无知 和对丈夫极强的依赖性 使得她最终选择了沉默 不是说不保护 她不知道 怎么样去保护自己 为了帮助刘某渡过难关 当地居委会 为她申请了一笔临时救助金 广州市的慈善机构 也在为她申请生活费用 和生产补助 只是 对于未来的生活 刘某仍然感觉非常迷茫 如今一谋 已经被检查机关 批准逮捕 等待着法律的制裁 而小梅 这个沉默 忍受暴力多年的女孩 如今只想过上 普通平凡的生活 然而 她的心理重建 也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先请江律师 给分析一下 在这个小梅 她的父亲 也就是一某的身上 都涉及到了哪些法律问题 我觉得她的问题 主要就是 现在所面临的 刑事惩罚的这个罪名 叫强制猥褻侮辱罪 这里面要多说一句是 我们这个罪名 是在去年11月1号 刚修改的 那么之前 是强制猥褻妇女罪 所以就变成了说 我猥褻妇女 比如说我不强奸 猥褻的时候 有定一个这个罪名 那么猥褻男子怎么办 男子猥褻男子怎么办 那么现在就是 强制猥褻罪就解决了 那么按照这个法律规定 罪名是要 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当然我们片中所说的 这个猥褻儿童 它属于一种 加重的刑罚 我们片中这个小梅 16岁 法律上叫未成年人 但是我们在法律上 在刑事里面 这个儿童指的是 不满14周岁以下 所以要综合起来 是这样的一个 完整的表述 对 看得出来 这小梅已经对 她的父亲 非常的厌恶了 她想变更监护权 她的主张 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我觉得如果要是 经过相关部门的申请 她的这个诉求 在法律上能够得到支持 因为无论是在我们 相关的这个法律上 都有规定 比如说 父母是法定的孩子监护人 但是如果你不履行 监护责任 或者是侵害了 未成年的权益 那么经过申请 人民法院 可以把她监护权 给它撤销 而且我们刚刚通过的 这个反家庭暴力法 也有这方面 说因为家庭暴力 你不履行监护权的 经过相关部门的申请 就可以把这个人的监护权 给撤销掉 好 白宇 你从这个案例当中 看到了什么 其实我们看到 首先它是一个悲剧 但这个悲剧 客观地讲 又是一家三口 真的是共同来维护的 一种稳定的 家庭的状态和秩序 怎么讲 这种秩序 往往是因为 两个人之间的不和谐 而会殃及家庭成员 当中的第三人 比如说夫妻之间 可能他们的生活 过得并不好 才会有了 对于女儿的这种 猥亵或者是性侵的行为 但是实际上 这个里面我们讲 母亲和女儿的观点不同 是因为他们对于 家庭功能的认知 是不同的 女儿来讲的话 家庭的功能 其实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她要求 要变更监护人 但是对于这个母亲来讲 妙龄少女 无奈卷入一场特殊婚姻 我就是那时候不想结婚 特别不想 网络求助 潜出深藏多年的家庭秘密 她是看不出来 不知道 我爸爸女儿 一直给她们说 这是我爱媳妇 一段组合婚姻 原本想象的亲赏家亲 为何变成反目成仇的结局 双架热线十二 明日不出